在这个栖息的夜晚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如同一部浪漫的电影,让观众们在歌声中感受到了爱情的温暖和甜蜜,他们的每一个微笑,每一次眼神交流,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被爱的故事。 演唱会结束后,两人并没有立即离开,而是选择了在后台与工作人员和粉丝进行互动,他们亲切地与粉丝合影、签名,甚至还分享了一些拍摄电视剧时的趣事,粉丝们纷纷表示,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,更是一次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宝贵机会,在社交媒体上。 两人的互动视频迅速走红,成为了热门话题,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,这样的明星真是太接地气了,他们没有架子,愿意与粉丝分享生活中的点滴,这让人感到非常温暖,而两人在演唱会上的表现,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,一些娱乐杂志和网站纷纷发表文章,分析他们的关系,以及他们在演唱会上的甜蜜互动。 有的媒体甚至猜测,这可能是两人公开恋情的前奏,不过,无论是公开恋情,还是单纯的友情,肖战和杨子的甜蜜互动都给人们带来了正能量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,人们往往忽略了爱情的美好,而他们的故事,提醒了我们,爱情其实就在我们身边,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,去珍惜。 此外,两人在演唱会上的表现,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作为艺人的专业素养,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自然而充满魅力,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,都展现出了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对艺术的热爱,这让人们对他们即将合作的新剧充满了期待。 在这个七夕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,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,更是一个关于梦想和追求的故事。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向世界展示了年轻人的活力和热情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而对于那些还在寻找爱情的朋友们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也许能给你们一些启示。 爱情,有时候就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,所以,不要害怕去爱,也不要害怕去表达爱。 就像张杰在演唱会上唱的那样,这就是爱,简简单单,没有伤害。 随着演唱会的进行,肖战和杨子似乎完全沉浸在了这个充满爱意的夜晚,他们不仅在舞台上的表现让人津津乐道,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爱情的热烈讨论。 网友们纷纷用各种网络热词来形容他们的关系,比如撒狗粮,甜蜜暴击,CP感爆棚,甚至还有网友戏称他们是七夕限定版情侣,而两人的互动也不仅仅是在演唱会上。 据悉,他们私下里也是互动频繁,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相点赞和评论,这种小动作虽然看似不起眼,却透露出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和可能的恋情,网友们不禁感叹,这两人的关系,简直就是甜蜜到爆炸,让人看了都想谈恋爱了。 此外,两人在公共场合的一些小动作也让人浮想连篇,比如,肖战曾在采访中提到杨子是他的理想型,而杨子也曾在直播中透露自己喜欢肖战这样细心体贴的男生,这些小细节,无疑为两人的关系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,当然,除了甜蜜的互动,两人在工作上的合作也是备受瞩目,据悉,他们即将合作一部新的电视剧。 剧中两人将饰演一对情侣,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简直就是天作之和,期待他们在新剧中的表现。 在这个七夕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,无疑给所有人带来了一份甜蜜的礼物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向世界展示了爱情的美好和可能,也许,正如网友们所说,他们的故事,就是七夕最甜的瓜,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想要恋爱。 在这个七夕,当牛郎之女在银河相会,人间也上演了一出甜蜜大戏,肖战和杨子这对荧幕CP,竟然在章节的演唱会上按送秋波,让现场的堂份直接超标,甜蜜指数爆表。 演唱会现场,灯光璀璨,歌声嘹亮,但最耀眼的,莫过于肖战和杨子的甜蜜对视,两人坐在VIP区,时不时地交换眼神,那眼神中充满了你懂得的小秘密,仿佛在说,今天,我们就是全场最亮的仔。 当章节唱到,这就是爱时,肖战和杨子,更是忍不住笑开了花,那笑容里藏着的,是你浓我浓的深情,还是我们的秘密的小缺幸,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波狗粮,我吃了。 不仅如此,两人在演唱会上的互动,也是甜到掉牙,杨子轻轻靠在肖战的肩膀上,肖战则宠溺地揽着他,这一幕仿佛在说,我们的爱,比这歌声还要动听,网友们纷纷调侃,这瓜,比七夕的月亮还要圆。 在这个充满爱意的节日里,肖战和杨子的甜蜜互动,无疑给单身狗们带来了一万点暴击,但不得不说,他们的甜蜜,真的让人羡慕极度恨不起来,反而让人忍不住想要点赞,正当演唱会的气氛达到高潮,章节的歌声似乎也变得更加动人。 这时,肖战突然站起身来,向杨子伸出了手,在众目睽睽之下,他们跳起了一支急性的舞蹈,每一个转身,每一个眼神交汇,都让人不禁感叹,这简直是现实版的浪漫满乌啊。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刷屏,警号肖战杨子七夕撒糖警号,警号章节演唱会变相亲大会警号,甚至有人调侃,今天的狗粮。 我选择用勺子吃,因为实在是太多了。 而杨子的粉丝们也不甘示弱,纷纷在评论区为他打call,我们家松韵今天美得不像话,简直就是仙女下凡。 肖战的粉丝也不甘落后,肖战哥哥的眼神,简直是撩人于无形,这谁顶得住啊。 就在这时,演唱会的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两人的合照,上面还配上了一行字,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这突如其来的官宣,让现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废点,网友们纷纷猜测,这是要公开的节奏吗? 还是只是七夕的特别惊喜。 不过,不管真相如何,肖战和杨子的这波操作,无疑是给这个气息增添了不少甜蜜的色彩。 在这个充满爱的节日里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向世界宣告了爱情的美好。 而对于那些还在寻找爱情的朋友们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也许能给你们一些启示。 但是,爱情,有时候就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,所以,不要害怕去爱,也不要害怕去表达爱,就像张杰在演唱会上唱的那样,这就是爱,简简单单,没有伤害。 随着演唱会的进行,肖战和杨子似乎完全沉浸在了这个充满爱意的夜晚。 他们不仅在舞台上的表现让人津津乐道,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爱情的热烈讨论。 网友们纷纷用各种网络热词来形容他们的关系,比如撒狗粮,甜蜜暴击,CP感爆棚,甚至还有网友戏称他们是七夕限定版情侣,而两人的互动也不仅仅是在演唱会上。 据悉,他们私下里也是互动频繁,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相点赞和评论。 这种小动作虽然看似不起眼,却透露出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和可能的恋情。 网友们不禁感叹,这两人的关系,简直就是甜蜜到爆炸,让人看了都想谈恋爱了。 此外,两人在公共场合的一些小动作也让人浮想连篇,比如,肖战曾在采访中提到杨子是他的理想型,而杨子也曾在直播中透露自己喜欢肖战这样细心体贴的男生。 这些小细节,无疑为两人的关系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 当然,除了甜蜜的互动,两人在工作上的合作也是备受瞩目。 据悉,他们即将合作一部新的电视剧,剧中两人将饰演一对情侣,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简直就是天作之和,期待他们在新剧中的表现。 在这个七夕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,无疑给所有人带来了一份甜蜜的礼物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向世界展示了爱情的美好和可能,也许,正如网友们所说,他们的故事,就是七夕最甜的瓜,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想要恋爱。 在这个七夕的夜晚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如同一部浪漫的电影,让观众们在歌声中感受到了爱情的温暖和甜蜜,他们的每一个微笑,每一次眼神交流,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被爱的故事。 演唱会结束后,两人并没有立即离开,而是选择了在后台与工作人员和粉丝进行互动,他们亲切地与粉丝合影,签名,甚至还分享了一些拍摄电视剧时的趣事, 粉丝们纷纷表示,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,更是一次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宝贵机会,在社交媒体上。 两人的互动视频迅速走红,成为了热门话题,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,这样的明星真是太接地气了,他们没有架子,愿意与粉丝分享生活中的点滴,这让人感到非常温暖,而两人在演唱会上的表现,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 一些娱乐杂志和网站纷纷发表文章,分析他们的关系,以及他们在演唱会上的甜蜜互动,有的媒体甚至猜测,这可能是两人公开恋情的前奏,不过,无论是公开恋情还是单纯的友情,肖战和杨子的甜蜜互动都给人们带来了正能量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,人们往往忽略了爱情的美好,而他们的故事,提醒了我们,爱情其实就在我们身边,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,去珍惜。 此外,两人在演唱会上的表现,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作为艺人的专业素养,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自然而充满魅力,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,都展现出了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对艺术的热爱。 这让人们对他们即将合作的新剧充满了期待,在这个七夕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,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,更是一个关于梦想和追求的故事。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向世界展示了年轻人的活力和热情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而对于那些还在寻找爱情的朋友们,肖战和杨子的故事也许能给你们一些启示,爱情,有时候就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。 所以,不要害怕去爱,也不要害怕去表达爱,就像张杰在演唱会上唱的那样,这就是爱,简简单单,没有伤害。